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集的 Listice in Architecture 我是AWS的Jason 在我身边的是 公共电视的陈宇 嗨 Jason 谢谢你们的邀约 对我们很高兴能够来分享 陈宇欢迎你来到这里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呢 公共电视在台湾是做什么的 好 公共电视其实是台湾人民纳税前 所成立的一个电视台 那我们是属于全民的一个 公共电视平台也是唯一的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一直在扮演 领头羊的角色 那像前一阵子我们开始 努力在推广4K的影音内容 那从2017年开始 我们也成立了一个 VOD影音平台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开始运用AWS的 一些相关云端服务 了解了解 我知道之前公共电视 公共电视是有自己的appliance 在做转档的服务 那后来你们开始思考说 使用AWS的转档服务来协助你们 可不可以说明一下 这个是什么因素 然后有没有一个什么 时空背景的一些关系 好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做一些 4K的影音内容 可是我们在4K的转档上 会遇到很多的问题 因为公共电视其实只有 大概一台到两台的转档系统 然后还有些微的人力 所以当我们在人工自行转档上 会遇到很多的时间上的压力 所以后来我们就去研究了一下 AWS的一些相关服务 后来我们就发现 可以透过这样的系统 去帮我们进行转档 后来转过去的档案 我们发现 它的档案变得很小 然后让我们的使用者 在网路上看的时候 其实不会有就是中断的影响 那也减少了我们很多人力 上面的问题 因为其实透过你们的 Media Convert 这些转档功能 其实它可以平行的 扩充很多的机器 所以让我们的转档 如果一次很多的时候 可以快速的解决 听起来你用到了Media Convert 一个QPBR的功能 然后以及那个 Acelerate加速转档的功能 那我们这边有一个 这个架构图 可不可以大概说明一下 你们这个整个 这个转档的这个Word 4 大概长什么样子 好 我稍微跟大家说明一下 其实我们就是 Content Provider 那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会透过你们的 去年推出的一个新的服务 叫做Transfer for SFTP 那我们就透过这样的系统 然后开始传送资料到S3上 所以我们的影音内容会到S3上 这时候我们就是要准备开始转档 那转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开始透过Transcoding的这个Word Flow 我们会先去启动Step Function 那这时候Step Function开始动的时候 它就会去触发这个Lambda 告诉我们说会有一些资讯 它是透过一个Select的功能 在告诉我们这边的工程师说现在有一个档案或者是多个档案已经进到了我们的流程当中去做进行转档 那这时候同时Step Function它会启动Media Convert 请它开始进行转档的动作 那这个时候其实如果我们有很多的4K影音 它就会就开很多的机器开始进行转档 那这过程当中只要它转完 它会再透过Lambda告诉我们 说这个影音已经转档成功了 当它转档成功以后我们就可以进行下一个动作 因为在整个公式的影音平台上面 其实我们是要透过其他的命名方式才能够上传 所以这时候我们会透过Lambda来帮我们重新命名 还有搬移档案 然后进到了S3上来 然后再从S3到CDN 透过CDN再让我们的所有的网路使用者可以观看 了解 那我知道公共电视还有些特别的情况 就是你们的影音的内容 其实会有一些破口黑画面存在 然后你们同样使用MediaConvert来协助你们自动化剪辑这件事情 对 大概说一下这个流程是长什么样子 好 其实MediaConvert它也可以做一个剪辑的功能 那我们其实就是透过这个API的Gateway 然后把我们的坍扣资讯传达到这个Lambda上 所以其实API Gateway它其实这个时候它就会启动这个Lambda 触发这个Lambda 然后这个Lambda其实它就会开始去启动MediaConvert去做剪辑 那这个剪辑破口我们大概都会有三段 所以其实我的人工都不用在人为在里头 它自动帮我们把所有的黑画面都去掉之后 变成一个完整的档案 再从这边上传到S3上来 那进到S3就会进到我们原本的自动转档的这个Barket里头 然后再走原本的这个Wallflow 然后传达的给所有的使用者 所以其实就是在前面这段 先透过MediaConvert这个做完剪辑之后 又回到了这个自动化的这个转档流程里头 对所以其实两个步骤其实都可以很快的完成 了解 然后我听到的是公式其实也开始做一些直播了 那在之前你们还没有使用Media Service的时候 其实你们是透过自己在EC2上面建立Media Server来协助你们转档 但是当时发现说这些Resource不够 你要自己去管理底下的这些EC2其实是相当不方便的 然后同时之间你们也开始尝试使用Media Store 来协助你们做直播这个部分 那可不可以大概说明一下这个Flow大概长什么样子 好其实就像你刚刚说我们会遇到问题 所以后来我们其实是用Encoder 然后直接上传一个那个HLS的档案到Media Store上去 那Media Store它其实也是AWS的一个功能 它可以水平的扩充 所以当我们人数非常多的时候 比如说有一些棒球比赛啊 或者是这个总统直播啊这些它就会直接 比如说有1万人上线的时候它就直接扩充 然后再透过CDN然后一直到这个使用者来做观看 了解所以Media Store弄成度它成为Cloud Fund的一个Origin 然后当今天有这个Catch Miss的时候它可以很快速的去Media Store那边 然后去帮你们把这个Catch内容抓出来 然后同时间还帮你照顾到了水平扩张这件事情 没错 了解 那最后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前一阵子有听说公事有一个非常夯的一个电视剧 然后在最后两集还没上映之前影片就外流了 当时好像据说有在怀疑是不是从AWS这边外流出去的 然后可不可以说明一下当时这个时空背景这个故事的过程 好 其实当初我们已经到了播到了最后几集的时候 其实就是最热门的时候 那公事还没播出 我们就发现影片外流了 而且在第三平台可以看得到 那时候我们其实比较怀疑的是说 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平台有外流 后来我们就马上透过S3的Log去查证 我们就发现其实在那一周当中 其实之前几周也都没有 就是我们在那一段过程当中 其实没有流出任何的资料 所以快速的帮我们排除了这一个可能性 所以Log收集真的很重要 就可以让你去检查是不是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对所以一般的Log其实没这么快 S3这上面其实要去获取这个Log 其实是很完整的 了解了解 那其实某种程度它也是让你们这整个架构 尽量的自动化 减少人为因素去避免有任何的外流可能 对对 所以其实因为这次的事件 我们其实开始去设想就是未来 我们所有的事情都希望尽量避免人工的部分 然后希望透过这些云端的技术 让我们开始能够做到全面自动化 我很期待公司未来在Adams上面的发展 好谢谢 谢谢陈宇今天来到这边 也感谢大家观赏这一集的 This is my architecture